比尽的是这两个字用的好 也就是你决定的是 不见得是在这一层 你这一生已经中了阴了 如果这一生的语言殊胜 这个阴这一生就结果 就成就 如果语言不殊胜 还留念这个世界 舍不得离开 这一生不能往生 来生后世 遇到殊胜的缘 你就能拯救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有高度的拯救 真相往生吗 是真 真往生 真往生 这个世间就别认真 说这什么呢 随缘缘有 什么都好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放下 随缘缘 随缘缘 是不对礼 不跟任何人对礼 不跟任何事对礼 不跟任何无对礼 真正做到了和谐 红目 红目比和谐的意思更好 与一切众生 红目相处 愿情平等 随喜功德 什么都好 要真学 有人稀奇很深 相学 可是 境界一先前就忘掉了 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 境界先前的时候 能记住 能把改过来 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为什么呢 我马上到极乐世界去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样样都计较 说明说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 这还不错 这就不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求相应 不能不相应 所以 生佛国 见 阿弥陀佛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 启 无论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 终于 入充 入充